每一天,家裡發生的不同事情 都容易令我們大聲斥責小朋友 例如我們要小朋友馬上換衣出門口 但小朋友工作又慢吞吞 又或者小朋友可能不小心畫到牆 色彩繽紛,弄髒了牆 這些不同的大小事情都容易令我們很懵憎 容易對小朋友大聲去罵他 當我有認真與家長談後 其實我都留意到,很多的家長在大聲罵小朋友後 其實自己的內心都很難過,很難受 那我們有什麼更好的處理方法呢? 今天我,兒童心理學家郭博士 會和你分享除了罵小朋友之外 更有效的三個解決方法 增進你與小朋友之間的親子關係 只有當我們與小朋友的關係是好的時候 小朋友才會肯聽我們給他的意見 第一點,當我們很想罵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要觀察一下自己當下的情緒 只有當我們能好好觀察自己的情緒 我們才能夠作為小朋友的好榜樣 教導他當我們懵憎的時候 我們怎樣能夠清晰地告訴對方 其實他的行為會對其他人造成不變 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如果我們連修身都做不到的時候 當我們忍不住大聲去罵小朋友 小朋友其實慢慢就會學到 原來當別人做了些事令到我們不舒服 原來罵人或者打人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第一步 我們一定要自己觀察一下 其實小朋友的這個行為 為什麼會令到我這麼猛狀呢? 有什麼是我想教小朋友的? 而我怎樣可以用一個更好的方式 讓小朋友知道 其實他的行為是會對別人有影響呢? 第二點,我們要記住 即使我們不認同小朋友的行為 我們是絕對可以接納小朋友的情緒 當小朋友做了一些我們不想見到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要記住 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懲罰小朋友 相反,我們可以看 這是一個機會 讓我們能夠教導小朋友 原來他的行為是會對身邊的人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要記住 這是一個機會 而我們的重心不應該放在懲罰小朋友上 當我們肯留意小朋友錯誤的行為背後 他在經歷什麼情緒 而我們肯跟小朋友的這個情緒做連結的時候 小朋友就能夠消化這個情緒 慢慢他就不會再做你不想見到的偏差行為 舉個例子 我們在這個時候要做的是 好好看著小朋友對眼 然後可以跟他說 聽起來 這件事真的令到你很不開心 又或者呢 如果小朋友怕跟你去講某些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用你的手 放在小朋友的肩膀 然後跟他說 看起來 你好像有些事是擔心告訴我 當小朋友很猛狀 你看到他聲線很大 在這裡想大叫 開始想打人 或者想攻擊人 或者想攻擊自己 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蹲下 跟小朋友維持同一個水平 用眼睛很溫馨地看著小朋友 跟他說 看起來 你因為這件事真的很生氣 我聽著你說話 來吧 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我在這一步 是著重放在要陪伴小朋友 疏到他的情緒先 只有我們把第二步做得好 第三步才會成功 第三步呢 當我們跟小朋友做連結的時候 他覺得我們明白了他 所以我們在這時候 就可以帶有同理心去設下界線 當然 我們真的要教導小朋友 界線這個概念 有些事小朋友真的不能做 例如打人、打自己 是真的不恰當的 而如果我們肯 講出小朋友的想法 講出他的感受 你會留意到 小朋友來到第三步 他會更加願意聆聽你想講的事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小朋友說 你真的很想玩耐一點 你真的很不想 我們現在 就要離開這個公園 在玩得這麼開心的時候 要停下來 不可以玩 我知道這件事令你很難受 嗯 我們看個鐘 真的晚了 我們到時候回家吃飯了 來呀 我們一起回去 又或者在另一個情況 我們可以跟小朋友說 在家裡 我們是不可以扔球和踢球的 如果你想踢球的話 你可以在外面的公園踢球 在家裡 你可以扔羊娃娃 來呀 你現在想做哪個選擇 家長的每一句說話 去到最終 小朋友是會內化這些說話的 如果我們對他 經常大聲去罵 或者是經常會打他 小朋友最終就會內化了 哦 原來打人和大聲罵人 是解決到問題的 如果我們肯做今天這三部曲的話 去到最後 小朋友就會內化了 就會學會原來自己的行為 是會對其他人有影響 並且學會用教好的方式 向別人表達自己的需要 所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其實我們每一次跟小朋友溝通 我們是做一個選擇 究竟我們是想小朋友 內化哪一樣東西呢 在下一次 當我們想大聲罵小朋友 或者忍不住打小朋友的時候 記住想回 我究竟想教小朋友 什麼呢 我是想教他 打人 或者大聲罵人 是解決到問題 還是我是希望 最終小朋友 能夠成為一個 自動自覺 自律 了解到自己的行為 原來是會對其他人有影響的小朋友呢 我們每一天都要作出這個決定 你下一次又會做一個什麼決定呢 在我今天跟你分享的這三點裡面 有哪一點你覺得 是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忍不住忽略的呢 都很歡迎你在留言區 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現在呢 你都可以去看一下這兩個影片 相信都會對你的家庭很有幫助 我們在下一個影片見